我喝醉了 看见路边的公交站台广告是我女神 于是我扑了上去 到着公交站台喊老婆 周围人越聚越多 她在里面会不会憋死啊 说着我伸手去扣玻璃 边扣边哭 我老婆怎么扣不出来 第二天我的视频上了热搜 粉丝纷纷爱特女神 女神回应 你好 我素妹谋面的老公 昨晚公司聚餐 庆祝我升职 气氛太过热烈 我就多喝了几杯 因为我家离聚餐的地方很近 只有两站路 于是我婉拒了同事送我的好人 自己步行回家 没想到刚走几步头就开始翻晕 路过一个公交站台 恍惚间 我看到了女神柳如鹰 她正对着我笑 还朝我招手 我停下脚步 歪着头看她 她好漂亮啊 笑起来全世界第一好看 脑子一热 我摇摇晃晃朝她扑过去 后面的事我就不记得了 其实关于这件事的后续 我也不想记得 可第二天扑天盖地的视频 让我不得不重拾这段剂 视频里的我抱着广告排布撒手 一生生老婆引来路人为官 我伸手去扣玻璃 我老婆在里面会不会憋死啊 见扣不动我急得大脚 我老婆为什么扣不出来了 你们别拍了 快来救救我老婆呀 视频里无数弹幕漂泊 这大兄弟是喝了假酒吗 这么伤透 我每次刷到柳如烟 也恨不得把他从手机里扣出来 你老婆遍布全国各地 我家电梯广告都是 我放下手机 闭眼沉思 今天不宜出门 也不宜上班 可是升职第一天就请假 似乎不太合适 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任命地下了床 到了公司 众人凑上来 吴经理 好巧啊 我们老婆是同一个人 没想到吴哥这样的工作狂魔 也会追星 不得不说 柳如烟真的好美 分毫不差全场在我的审美上 对啊 对啊 他真的好漂亮 听说下周他会来我们是宣传新剧 遇到你们看了吗 说着说着 众人的话题中心逐渐转移到柳如烟身上 我暗暗松了一口气 开始处理手头的工作 一声尖叫刺痛我耳膜 吴哥 柳如烟回应我 说着助理小乔把手机递给我 原来在视频评论区 粉丝纷纷爱特柳如烟 柳如烟发微博回应 你好 我素媚谋面的老公 这时老板进来 把一达文件放在我桌上 执女婿 半小时候 来我办公室开个短会 等等留走 我喊住老板 什么执女婿 他指了指对面商业楼上柳如烟的巨妇广告 他 我执女 我甘笑两声 这瞎话编的 话别都比这个阵 还没到中午 我的微博账号就被扒了出来 有人怀疑我炒作 一时间 粉丝纷纷涌向我的微博 对我狂轰乱炸 到了晚上 居然有博主开直播对我 我跟你们说 就是设计好的 这是他的第一步 接下来就是卖人设嘛 不过学霸人设是经不起扒的 他帅嘛 博主轻蔑一笑 怎么还有人相信网上的照片 要真长这样 还打什么功啊 复博不下手吗 我忍不住回复 哦对对对 你这么有经验 那你一定有金主吧 围观群众见我下场 评论区炸开 还纷纷爱特柳如烟 柳如烟快来啊 你素妹谋面的老公出事了 博主朝着镜头摆我一眼 我可没有金主 我继续回复 不会吧不会吧 你居然没有金主 是因为你长得丑吗 博主脸色顺便 你在这阴阳谁呢 呦呦呦 这就急了 普及素质教育的时候 你躲起来了 博主强装镇定 开始转移话题 你读那么多书 还不是想找个有钱人 我回复 那你这么下头 是不是因为输毒太少了 不等他说话 我继续打字 一条一条发送出去 你长这么大 一定很不容易吧 毕竟脑子一直没发育啊 你回炉重造吧 下次可就不幸再选择做人了呀 猪肉最近涨价了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值点钱了 在这里装起来了 主播说话的速度明显 跟不上我打字的速度 评论区风向逐渐扭准 这兄弟太会了 建议开班叫雪 骂得好狠啊 会骂你就多骂点 我骂一句 主播见场面无法控制 直接选择下波 我暗哼一声 想到我摇 简直是蝙蝠身上插羽毛 它算什么鸟 我没想到我会因为对人一战成名 毕竟这门绝技平时也没有施展空间 它只是我众多优点当中 对不起眼的存在 吃瓜网友开始深挖我 从小学一路挖到我大学毕业 网上不断出现关于我的热搜心思 警号无烦闹对人警号 警号无烦闹初中毕业照警号 警号无烦闹高考成绩警号 当天晚上 我刚吃完饭准备加班 后台私信又炸了 吃瓜群众纷纷忽误了 那个主播给你下站输了 还有人直接甩链接 让我赶紧去应战 我点开链接 在线围观人数居然有300多万 而且人数还在不断拍摄 这次他显然是有备而来 请了很多水军 他说一句 评论欧一水的点赞 无烦到初中长 真诚又黑又矮 满脸痘痘 我今天搞到了他高中时期的单人照 说着他滑拉手机相撞 然后将手机屏幕对准镜头 看到了吗 好丑 然后一脸不屑 我当他是天生励志 没想到是个人造帅哥 而且他高一的时候 学习也不怎么样 全班垫底 这高考成绩 谁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听到这里 忍不住评论 你这是在怀疑高考的群威胁 博主健壮 连忙否认 无烦呢 我可没说过这种话 弹幕飘过 兄弟 你高考数学居然满分 能讲讲怎么逆袭的吗 我的目标也是985 兄弟 你能开个直播吗 一时间评论区纷纷更平 兄弟开直播吧 我流量够 展开讲讲 博主健壮 赶紧控场 他高考成绩很好吗 怎么考不上清华本大 就数学满分 其他课怎么不是满分 围观路人选择无视 逐渐的 完全把水军的评论淹没点 我这人 最大的优点就是 见不得别人失望 于是我点开了直播 一时间众人纷纷涌进直播间 我看着评论区的问题 一个个的认真回答 评论区纷纷留言 我先计为继 这兄弟能处 他真的很认真 第二天我在公司加班 我的手伸出窗外 你过来 我送你回去 我点点头 将衣服举过头顶 冲到对面 拉开副驾车门 坐了进去 这就是无烦呢 我一惊 原来后座有的 能让老板当司机的 应该不是普通人 于是我转头 看向后排 拿出职业微笑 是我 后排坐着一个大叔 光线比较暗 看不清神奇 但是能感觉到 是个很如雅的大叔 你喜欢柳如烟 我点点头 我超喜欢他的 他温和一笑 喜欢他什么呀 我想也不想 他是全世界 长得最最最漂亮 听到这里 他碰了一下旁边的人 听到没有 这孩子是真的喜欢 我后背一脚 朝大叔旁边 那个人看去 他穿着卫衣 戴着白色鸭舌帽 和黑色口罩 一路上都在闭目养神 我并没有注意到他 此时他睁眼 和我四目相对 这双眼睛 不是柳如烟还能是谁 这是什么情况 柳如烟真是他侄女 此时的我 大脑一片空白 机械地转头 看向老板 老板见我发冷 嘴角一灵 柳如烟旁边 老板见我不吭声 眼神里颇有些 恨铁不成钢的意味 赶紧打出第二拨助攻 哥 烦闹这孩子不错 脑子灵光 但是妥贴又利用 他声音突然抬高八度 去年盛海那个单子 烦闹签下的 听到这儿 后排大叔来的兴趣 哦 还有超新的收购案 也是他促成的 我再次看向老板 第一次觉得他和蔼又可亲 虽然平时爱话 人也抠 但此时此刻 他在我心里的形象 瞬间高大起来 下次公司小局苦 操他的时候 拒绝那他就是同意了 我强忍着内心的激动 稳了稳心神 朝着后排大叔狠狠点头 到了酒楼 老板说让我和柳如烟先上去 他们要在车里说点事 我跟在柳如烟后面上了电梯 他看向我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我面上平淡无波 实际内心像只猴子 上蹿下跳 到了包间门口 柳如烟推门前突然停下手 他看向我 犹豫着开口 你最近是不是运势不好 我想也不想 怎么可能 运势不好 我能跟你一起站在这里 RB改编的电影当当官宣 柳如烟是你一号 评论里 另一个顶流女星的粉丝大破口 咬死是柳如烟 抢了他们姐姐的资源 柳如烟粉丝回复 在烦闹歌来之前 我们是不会说一句话的 我将手机放回兜里 先不急 等我回家再浅浅掰头一下 我伸手推开包间门 瞬间石化在原地 所有人抬头看向我 眼神里有吃惊 更多的是疑惑 柳如烟爸见我站在门口 朝我招手 又指了指柳如烟旁边的空门 烦闹 今天是柳家的家宴 你不要拘束 谁能想到 第一次吃饭 我见到了柳家全组 我硬着头皮走进包间 向众人点头微笑 然后坐在柳如烟旁边 坐下的那一刻 我气都是提着的 柳如烟看向我 喝什么 我抬眼看见柳如烟那张 每个黄眼的脸 嘴巴打结 随 随便 他想了想 今天的场合 你可能不适合喝酒 于是他喊来服务员 要了一瓶果汁递给我 我刚想张口解释 告诉他我平时喝酒 不是那个样子 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此时脑子才缓过神来 意识到我抱着广告排喊的老婆 此时就坐在我旁边 突然心跳加速 我慌张地捧气果汁喝起来 眼睛飘向旁边的柳如烟 他正在安静地听着长辈的谈话 神色淡然 柳如烟从不参加综艺 也从不和谁捆绑CP 工作除了拍戏之外 只有宣传机会和公众见见 我一直觉得他离我很远 可现在 他居然就坐在我旁边 可能柳如烟发现 有一道炽热的目光注视他 他转头看向我 问道 怎么了 我情不自禁 没想到啊 我也有今天 此时此刻 我们家祖坟估估计已经冒起滚滚青烟 柳如烟从小提起好 不会记得的 我寻声看去 说话的是坐在柳如烟爸旁边的大叔 他眯着眼看向柳如烟 柳如烟 你说是吧 柳如烟神色自若 没关系 你看 我就说柳如烟这孩子 从小就大不 我右手边的女生暗暗吐槽 不要脸 我将头凑近他 什么情况 刚才一直在柳如烟的先言里沉默 饭桌上的谈话 我是一句没听 女生凑近我 大概把事情紧一遍 还好心的给我梳理包间里的人物关系 刚才开口的那位是柳如烟的唐伯父 他们一大家子 今天去柳如烟家里过客 他孙子偷偷溜进柳如烟房间 把柳如烟收藏的手办全部货回里面 女生给我低眼色 让我看对面 烦恼哥 修饰他 我看向对面 年纪不大 看样子五六岁的年纪 见我看他 他朝着我骂骂咧咧 呲牙咧嘴 我收回视线 看向女生 你认识我 他点点头 我叫刘雨晴 我爸是柳明 原来是我那个抠门老板的女儿 我起身去了趟洗手间 出来的时候 一个小孩跳出来对着我喷水 我伸手去挡 你们刚才是不是说我坏话 听声音我才确定 这是柳如烟团伯父的孙子 我抬手闻了闻手臂沾上的液体 是可乐 他居然把可乐灌进水箱里 怎么会呢 这么活泼 哥哥最喜欢活泼好动的小孩 我走上去握住他的手臂 满脸真长 刘雨晴跟我夸你了 说你很有画画天赋 他将信将尼 我原地赚了个圈 你看 我这身衣服被你拿水箱 滋了几条水 是不是很有艺术肯 见他还是不说话 我脸上划过一丝遗憾 可惜哥哥的衣服太小 限制了你的发挥 说着我看了一眼大堂里 悬挂的巨幅鼠秀 千里江山土 如果话不再大一点 你一定能展现你的天赋 我朝他笑笑 拍拍他肩膀 你要相信你自己 回到包间准备坐下 刘雨晴看向我时 愣了一秒 随即惊呼 你衣服怎么回事 我装作不经历 将上衣展开 哎 就是小孩子不懂事 说着我抬头看了一眼 柳如烟的庞布 瞬间罪魁祸首是谁 众人了然 孩子妈妈此时脸上挂梦中 不就是一条短袖吗 我们家又不是赔不起 我一听 赶紧走到他面前点开某宝 把购买记录点开 拿到他眼睛 这短袖三千二 你看微信还是支付宝 显然他没料到 我会这么不客气 犹犹豫豫豫点开支付宝 咬着牙小声说道 一条短袖这么贵 现在年轻男孩赚钱真容易 我一脸震惊 无嘴感叹 我一进门就觉着 姐姐你一定出自大户人家 瞧瞧这通声的打扮 贵气逼人 说到这里我短暂评论 略带遗憾 没想到是我看走了眼 竟说出这么没有寒养的话 他憋得满脸聪火 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厌了回去 我刚加了几口菜 门外突然传来小孩撒破的尖叫声 这声音大家再熟悉不过 柳如烟的唐伯父第一个冲出包间 众人紧跟其后 我不仅不慢地擦擦的 朝着旁边的柳如烟笑 你别出去了 外头人多 会被认出来 没多久 大家陆陆续续回到包间 众人脸色各异 老板脸色喜气 嘴角抽搐 眼见笑意就要绷不住 柳如烟爸神色淡定 倒看不出什么来 最后进来的是柳如烟的唐伯父一家 小孩哭得很大声 刘雨晴赶紧凑到我面前 小声告诉我 那个小屁还用水枪把可乐兹倒了 千里江山土上 酒店人员发现的时候赶紧拂指 拉着间小孩把服务员推开 还朝着服务员吐口水 骂脏话 路过的客人忍不住 说了一句没家教 于是小孩拿起大厅中央斩架上的玉如意 把客人投砸了 再然后小孩倒地撒泼 出声尖叫 场面陷入混乱 除了医药费之外 还要求家长公开道歉 那幅鼠秀是梦大师的作品 价值三百万 还有小孩砸坏的玉如意 估价一百万 孩子妈爆跳 什么破鼠秀这么贵 那个玉如意你说多少就多少 此时小孩看向我 指着我说 是他让我刺的 话音刚落 孩子妈满目猙獰地朝我扑不来 咬牙切齿 看我今天不死了你 柳如烟起身将我拉到他身后 伸手挡住他 他见柳如烟脸自不善 一时间站在原地 不敢再伸手拉我 我抓着柳如烟的衣角 伸出头看向他 可怜又委屈 我只是夸他有画画天赋 别的可什么都没说 柳如烟爸发话 柳如烟 你先送烦恼回去 说完柳如烟爸又看向我 闭脸的慈眉善目 烦恼 今天这顿饭出了乱的 改天我们再聚 我点点头 跟在柳如烟身后 朝门口走去 出门前我回头看向孩子妈 谁家培养小孩不花钱 和孩子的天赋比起来 这点赔偿金算什么 话还没说完 柳如烟伸手将我拉出包间 关上门 他将帽子压低 重新戴上口罩 别闹 还嫌不够乱 语气轻松 还透着几分愉悦 包间里传来孩子妈的打骂声 你有个屁的画画天赋 我让你闯祸 我让你砸 砸死我算了 随后是小孩 刺青裂肺的哭吼 我和柳如烟对视一 他说 你真是有仇当场就棒 我为了一条短袖不至于 他毁了你的手办 我因为这个生气 对于这个回答 我点点头 我喜欢他快六年了 车路过一个路口 我赶紧让柳如烟停车 你等我会儿 说完我开门下车 十分钟后 我提着打包餐盒上了车 我没吃饱 这家米粉很不错 他启动车子的时候 嘴边轻飘飘的说了一句 怎么只买一份 我愣住 赶紧问道 你也要 见他不说话 我继续问道 要不 我下去再给你买一份 算了 我抱着餐盒 米粉的香味在车里扩散 要不 你等会儿去我家 米粉给你吃 我自己下点面条 他淡淡的回了一个字 好 到了家 我开门让他进来 这是我租的房子 离公司很近 是个小套儿 自卧被我改成了书房 我把米粉倒进碗里 然后端上餐桌 你先吃 说完我进厨房 给自己煮了一碗面条 端出来坐在他对面 他看向我的面 感觉你的面更好吃 我放下筷子 把碗推过去 咱们换 说完把他的碗端到面前 突然意识到 我刚才已经吃了两口 刚想提醒 发现他似乎并不近 拿起筷子 已经吃起来 吃了面 我去厨房收拾 出来没看见他 已经走了吗 于是我走进书房 打开电脑 查看工作邮件 回复完邮件之后 我仰着头活动过的 掏出手机点开微博 私信又爆炸了 于又威的粉丝 一口咬定柳如烟 抢了他们姐姐的资源 有粉丝对着镜头放话 要求电影团队 必须给他们一个说法 柳如烟的微博评论区 两边粉丝都骂红了眼 我看了眼于又威 粉丝甩出的证据 是一张粉丝群的聊天截图 日期显示为今年7月 于又威告诉粉丝 他在接触一部大IP的名字 已经快敲定了 有粉丝问是不是 孤城日落 于又威没有回应 只发了一个你懂的表情 看到这里 我心里呵呵两声 反手甩出一张截图 是柳如烟五月 在社交平台发出的 一张生活照 照片里 柳如烟背后的书架上 一处角落被我标记为重点区 佩文 如果我发出这张照片 标记的那个角落 有一本厚厚的册 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个 孤城日落剧本 于又威的粉丝 将攻击对象转到我头上 在我微博下疯狂带节奏 说不定柳如烟接的是女儿剧 我们哥哥拿的是你 我先打字太慢 直接语音输入 转成文字发出去 你说话之前 先把脑花摇圆了在张子 柳如烟给于又威做配 他配吗 但凡于又威敢证明回应 我都敬他是个女人 拿你们当炮灰 强行蹭我家热度 论颜值论演技论咖位 他拿点饼格上我老头 于又威粉丝开始刷屏论 无烦闹 别得意 总有一天我们顶峰相见 我继续用语音发起攻击 顶峰见什么见 你家的到不了顶峰 这句话直接让对面崩了 纷纷刷屏 无烦闹 你滚开 我继续回应 这么嚣张 我打了狂犬疫苗的 我怕你 九年义务教育没完成 说的话这么没水 一个妹子恢复 你才没完成 我明年参加高考 大豆虫 我呵呵一笑 那我祝你高考成绩一年比一年好 说完我起身 准备倒点水喝 抬眼看见柳如烟站在门口 正双臂环抱 靠着墙看我 你怎么还没走 他指了指外头 走不了 我冲向阳台 朝楼下看 果然柳如烟的车过于显眼 好几个年轻人靠着车在拍照 如果柳如烟此事靠近车 肯定会被认出来 我回头看下了 等他们拍完了再走 他点点头 走到沙发前坐下 你不用理会网上的那些言论 我不在意这些 我喝了口水 柳如烟 我就两个爱好 喜欢赚钱 喜欢你 他愣着 显然他还不适应我这种表白方式 随时随地 张口就来 你吃饭还随意 我白白手 我不要求所有人都喜欢 但是我绝不允许有人污蔑 客厅没开灯 他转头 脸彻底引在昏暗处 我看不清表情 空气突然沉没 我转身走进房间 我先去睡了 明天上班 要早起 我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 摸到床边的手机 一看时间已经凌晨一点 他应该已经走了 我翻过身去 闭眼继续睡 几分钟后 我睁眼坐了起来 猫着脚步走到门口 打开门朝客厅 看了一眼 他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沙发比较短 他的大长腿蜷缩 我点着脚轻轻走到他身边蹲下 借着阳台透进来的一点点光 将头枕在膝盖上看看 我忍不住小声感叹 真的想亲你一口啊 情不自禁的 我慢慢靠近他的唇 突然意识到这个想法很危险 我赶紧直起腰板 和他拉开距离 不行 不行 不能占老婆天 这样我和那些私生犯有什么区别 我起身 猫着脚步又走回房间 轻轻关上门 第二天一走 我冲出房间 客厅空无一人 我走到阳台朝楼下看去 柳如烟的车已经开走了 到了公司 我收到一条微信好友验证 是刘雨晴的 我刚通过好友验证 刘雨晴下一秒就打来语音电话 我点接听之后 那边嘴巴一秒不停歇 连环输出 他说昨晚柳如烟 唐伯父一家和酒店协商 赔偿酒店260万 可以分期付款 并且当着众人的面 和被砸的客人盗窃 最后那个客人 是看在柳如烟他爸的面子上 才没有过多计较 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我边回工作信息边问 你们好像关系不太好的样子 回想昨晚 老板就差把幸灾乐祸 四个字刻在脑纹上 刘雨晴轻了清扫 开始跟我掰扯 他们柳家的内情 唐伯父在他爷爷死后 悄悄顶替了他爷爷 准备留给柳如烟他爸的道 柳如烟他爸迫不得已 只能退学 跟着一个远房亲戚 去外地打工赚钱养家 后来柳如烟爸爸 积累了原始资金 赶上一波好政策 公司越做越大 他唐伯父跑到他们面前说 是他接替了他爷爷的工作 才有了柳如烟他爸的荆田 再后来老板大学毕业 跟着柳如烟他爸打拼 赚了钱之后 老板自己单独开了家公司 正是我现在打工的这家 每年柳家家宴上 那家人叫我们和大伯家 生意越做越大 明里暗里都要酸一下 说到这里 刘雨晴话风一转 这周末你来帮我补课 我把地址发 工作日你爸奴役我 周末你奴役我 不去 刘雨晴降低音量 不来你会后悟 绝对会后悟 说完挂断语音 给我发来一个地址 周六早上 我出现在一座高级公寓面前 刘雨晴下楼街舞 我们一起坐电梯到了最高层 我能参观一下吗 刘雨晴点点头 去把台给我倒水 这套房子 有两面是全景落地窗 可以俯瞰整座城市 海光通透 使黑白色系的家具 显得不那么清了 我伸手打开一间卧室门 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张大床 柳如烟躺在床上 还没醒 我轻轻关上门 朝着刘雨晴做嘴形 他怎么在这里 原来这套房子是柳如烟的哥 柳怀的房子 他每隔两三个月 就会出国待两周 柳如烟休假的时候 偶尔也会过来住一两天 他下周一复工 正式进入新剧的宣传期 会全国各地妃 烦闹哥 下周你能继续帮我补课吗 交补课费的话可以 他哼哼两声 看向我身后时 脸色瞬间扭转 姐 你醒了 我回头 看见柳如烟穿着浴袍 一副刚洗完澡的样子 他朝我点点头算打招 然后转身走回房间 换了一身休闲装出来 他走向落地窗边的懒人沙发 按下窗杀按钮 然后拿了一本书看起来 我讲题的时候 偶尔会抬头看的 他好像一幅画 什么都不用做 静静地坐在那里 就已经足够赏心悦目 烦闹哥 看题了 盯着我姐看半天了 我赶紧收回视线 抓起西提侧 我们接着讲这道题 刘雨晴摆我一眼 这道刚才讲过了 我心虚的翻页 记错了 到了中午 刘雨晴提出点外卖 我掏出手机 我来点吧 你们想吃什么 鸡蛋面 说着柳如烟看向我 你上次做的那个 刘雨晴一副了然的表情 看向我 那我也吃鸡蛋面 烦闹哥你做的那个 我起身去厨房 看了下食材 鸡蛋和面都有 调料也有 于是我开火烧水 开始煮烟 吃完饭 柳如烟进厨房收拾 我和刘雨晴继续补课 下午 司机来接刘雨晴如家 刚好我和他家是一个方向 于是顺便送我回 临走时 刘雨晴看向我们俩 你们不加个联系方式吗 我看向柳如烟 这个不好吧 柳如烟掏出手机 我扫你 我赶忙从兜里拿出手机 三两下快速点开二维码 递到他面前 激动的心 探斗的手 我内心疯狂尖叫 加上了加上了 我忍不住当即点开柳如烟的朋友圈 为什么是空白 他看向我手机屏幕 这是我私人号码 我平时不发朋友圈 我点点头 把手机郑重的放回兜里 从今天 他就不是个普通手机了 半个月之后 柳如烟的新剧宣传期结束 他回家当天 柳家请我去家里吃饭 进去之后 发现老板和柳华也在 他身材高大魁梧 是硬汉型帅哥 吃饭时 他和柳如烟一组 又刚好坐在我旁边 柳家吃饭比较随意 大家都习惯边吃边聊 我看向柳华 忍不住感叹 你是滕孝高材生 没有编心战士啊 你都没有短板了 我感情生活是短板 我朝他几美 没有女朋友 他淡然一笑 没有 吃过饭 我在柳家后花园闲逛 抬头看见柳如烟 被对着我摘在树下 我走进他时 才发现有人在 黎巴墙那边聊天 你也觉得烦恼不错吧 他以后的发展不可限量 是老板的声音 柳如烟罢叹叹了口气 你也知道柳如烟的性命 对什么都无所谓 他不喜欢无烦恼 那刘雨晴呢 他们聊的也不错 我暗暗扎舌 原来这是相亲局 柳如烟看向我 眼神隐晦不明 我两对视两秒 谁都没有说话 然后他转身离开 留我愣在原地 柳如烟复工了 最近四个月 都会在剧组拍戏 我忍不住会给他 发很多消息 好看的霞光 阳台的月景 路上的猫 我都忍不住拍给他看 好玩的新闻 同事间分享的笑话 我都忍不住转发给他 他回复不多 有时候一整天 就两三句 烦恼 最近变了 对啊 吴经理 你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 我白白少 怎么可能 他们凑上来 你最近都不爱加班了 我调整好面部表情 恢复工作状态 那今天下班后 咱们部门开的短会吧 顿时整个部门办公室 鬼哭狼嚎 一个月之后 老板让我去外地出差 原计划四天的工作 我三天就完成了 我买了去柳如烟拍戏的 那座城市的高铁票 我原本打算就远远地看一眼 结果没有工作证 根本不让进 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 被一个妹子喊住 吴凡道 他见我回头 直接朝我冲过来 头子 你来探班了 我点点头 告诉他我进不去 他二话不说 冲进去给我借了一个工作照 我是刘老师的助理 你喊我小赵就行 柳如烟和男主正在拍对手戏 他工作的时候 很认真 一直在和旁边的工作人员交流 小赵过去在他边上小声说了几句 柳如烟看向我 愣了下 我挥挥手朝他打招呼 此时男主也顺着柳如烟的视线看向我 我朝他点头 他面无表情地转过后去 这个男主叫伊藤城 是个顶流男星 路人员一直挺不错的 剧组休息的间隙 伊藤城走过来 上下打量我急眼 人没有自知之明会摔得很惨 这时不远处有人喊他 临走时 他一副人畜无害的甜美女 下一场是我跟柳如烟的吻戏 柳如烟朝我走来 你不要在这里 会影响我 我低头呕了两声 心里像被划过一个口 有些酸酸的疼 柳如烟 你最近夜戏很多 注意休息 然后我挥挥手跟他告别 转身的瞬间 他拉住我的手 烦恼 你先在外面等我 好不好 这是剧组喊他 柳老师 准备了 看来休息结束了 我掰开他的手 你快去吧 我改签机票 直接打车去了机场 回来的路上 我想了很多 我现在的状态 不是一个粉刺该有的样子 我应该和他保持距离 不管是他的工作还是生物 我都不该去打扰 下了飞机 我忍住没给他发消息 后来的几天 我强迫自己完全进入工作状态 每天加班到凌晨 累了起完早到头就睡 我尽量不让自己去关注他的任何消息 几天后 我收到柳如烟的消息 这是他第一次主动给我发消息 今天天气好吗 他发的信息很深色 可能极少主动和别人聊天 我回复道 挺好的 过了一会儿 他又发来消息 明天干吗 我简单回了两个字 相亲 前天我妈生日 他在朋友圈发了我两个合照 没想到被他同学的女儿看见 说对我一见钟情 我拗不过我妈 答应周六晚上见一天 见柳如烟没回 估计他又在忙了 于是我也放下手机继续加班 周六我简单收拾了下 按照约定的时间走进餐厅 服务员把我带到预约的座位面前 相亲对象已经到了 见到我 他眼里的经验毫无遮掩 起身和我打招 你好 我是你妈妈同学的女儿 我叫沈幼楚 我朝他笑笑 我是吴凡妈 说完我坐到了他对面 既然是相亲 那我觉得我们坦诚一点比较好 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我点点头 好 你问 听我妈说 你是独生子的 我是 那挺好的 我也是独生女 我愣住 我怎么记得我妈跟我说过 你有两个哥哥 他笑笑 哥哥吗 总要娶别人的 我们家就我一女 我瞬间黑脸 临走时我妈说千叮零万嘱咐 这顿饭我必须撑够一个小时 忽然就是不给他面子 他的面子比什么都重要 尤其是在他同学面前 如果没做到 我会被念到一整年 一看手机 还有55分钟 烦恼 买房的话 你们家准备出多少 我喝了口水 200万吧 剩下的案件 我自己还房贷 那我们家拿40万 到时候可以买个大一点的房 是 他已经在憧憬未来了 方便问一下你的收入情况吗 我按着性子为大 不加分红的话 每个月2万多 不过我升职了 年底分红会多一些 听到这里 他眼睛放光 那和我还挺般配的 我问他 收入呢 四舍五入 接近1万 不四舍五入呢 6000 我脸上的震惊一时没收入 他见状赶紧补充了 我的工作很稳定 不像你们 说不定哪天就失业了 我呵呵两声算作回本 此时场面有些尴尬 他继续说道 难得应该以照顾家庭为本 好的工作岗位应该留给女人 我看了下时间 抱歉 我需要处理一下工作 于是我掏出电脑 他说的话我一律不回应 这种人不光浪费我时间 还在我的底线上疯狂蹦跌 我连喷他的冲动都没有 万一把他碰聪明了 学会了伪装 那不就是个火坑吗 处理完工作 还有十分钟才凑够一个小时 于是我掏出手机 准备刷微博消耗掉剩余的时间 我查看着微博私信 突然看见一条 是柳如烟的助理小赵发来 发送时间正是我去剧组的那天 烦闹哥 我是刘老师的助理 小赵 刚停工休息的时候 刘老师一直在片场找人 刘老师今天状态不对 拍戏一直NG 之前从来没有过 刘老师一直问我要手机 好像在等谁的消息 刘老师是不是恋爱了呀 感觉他好像被甩了 我盯着私信 脑子放空 无烦恼 我回沈 看向沈幼楚 你工作处理完了吗 我摇摇头 对着沈幼楚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妈 然后编辑两个字发送过去 拉卡 发完我起身 对着他说 今天相亲就到这里了 我还有事 他尝试挽留 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 我直接在前台结了着 不用了 这顿算我情侣 说完头也不回 直接开车离开 没过多久 我妈就打电话过来 人家小沈对你挺满意的 就是你太忙了 我忍不住回队 妈 她说她是独生 约收入六千 要我回归家庭 这顿饭是我请的 她总挑不出什么错来 我也按你的要求 撑够了一个小时 我一路吐槽 把车开到楼下挺好 无烦恼 我愣住 柳如烟的声音 我回头见旁边的车 按下车窗 她正看着我 我走过去 钻进副驾驶 你怎么来了 不是在剧场拍戏吗 你相亲怎么样 我愣了下 她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还好 还好以后不用见面了 你为什么突然相亲 我叹了口气 家里逼得美 可能觉得我岁数不小 她转头看向别处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怎么可能不喜欢你 你可是我女神 我哈哈两声掩饰 自己流露出的低落 但是 你有一天也会交男朋友 会结婚 这个人不能是你吗 她的声音好淡 但倒我听不出情绪 仿佛刚才她说的话 是我的幻听 她见我不说话 又转过头来看向我 和我结婚的人 不可以是你吗 我双手抱头 瞪大双眼 我刚才听到了什么 我该不是会做梦吗 妈妈 我内心聚龙在咆哮 我女神说 她要跟我结婚 我整个人无法 从极度的兴奋中抽离 整个人僵住 一动不动 她以为我不信 表情严肃又认真 那天晚上 你想偷亲我 我其实没睡着 我终于恢复了一点理智 那天你让我走 说我会影响你 因为后面是吻戏 你再会影响我状态 那场戏我N剧了二十多场 我找不到你 打电话你关机 我好难受 她低着头 无凡呢 认识你之后 我突然觉得被人护着的感觉很好 看她这样 我突然忍不住逗她 其实我觉得你妹也不逗 她抬头 咬住颤抖的嘴唇 眼尾泛红 我干净哄 我开玩笑的 柳如烟你别这样 我错了 你这样我会心疼 我受不了你这样 脱单第四天 老板就把我踢出公司 你家三赔偿呢 老板瞪眼 你过去接管公司了 还要什么赔偿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柳家怕柳如烟 这种不争不抢的性格 在演艺圈回首期 于是在她出道的时候 柳家就默默地 给她保驾护好 现在这块业务柳怀丢给我 我看向柳如烟 那现在是不是 我拿着你家的钱 投资你的电影 成了你的金主 我在床上翻滚两圈 你哥真是商业器材 随便搞搞 我正是接管柳家影视产业 将这块版图又扩大了三倍 最近拿到一部大电影 女主这个角色非常适合柳如烟 但是男主悬而未定 接触过几个 视镜后不是很理想 我翻着刚推荐过来的演员资料 门铃响了 我打开门 居然是伊藤诚 他看见我 也愣在当场 吴凡呢 怎么是你 他的经纪人见我们认识 直接拉着他进来 吴总很少露面 没想到你们认识 真是缘分的 说着他们躲到沙发前坐了下来 刚好看见桌子上的演员资料 吴总 我们城城以后要麻烦您多多关照 我点点头 应该的 毕竟伊藤诚刚签到五公司来 吴总 伊藤诚刚签过来 非常需要一部代表作来鼓呼地武 我看那个剧本就很合适 我看向伊藤诚 你觉得呢 我当然很合适这部戏的男一号 我叹了口气 人没有自知之明会摔得很惨 他脸色极差 刚想反驳 突然想起这句话他跟我说过 我看向他的经纪人 这已经是我听说的 他第三次被打了 柳如烟生日那天 他在微博公开了恋情 刚好这个时候我在开直播 这一年来 我几乎每个月都会抽时间开直播 柳如烟粉丝纷纷涌向我的直播间求安慰 猴子 柳如烟有主吗 这人上辈子是积攒了多少功德 这辈子能和柳如烟交往 一定是个超级富二代 我回应道 他就 还好啦 众人一脸问好 我犹豫着 朝着镜头黑黑两声 他交往的对象 就是我呀 一时间直播间炸开 我现在去抠还来得及吗 我笑着说 来不及了 毕竟 我的柳如烟只有一个